诸佛菩萨护法隆天 各位常驻师父 各位莲友以及献上的莲友 阿弥陀佛 极光寺有很多莲友 都承袭师父上人的精神 默默的很低调的 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去修持 无论在各行各业 很多人是平时默默的回来共修 结束之后又默默的回去 不太会去彰显自己的什么 但是我最近听到我们有一位莲友 这几年来一直生一直生 不是生日快乐的生 但是他平常非常的低调 比较深的莲友来跟大家分享 我讲这些 可能不见得对大家有帮助 但是我认为呢 就像师父以前常常说的 佛法是一种预防 等到真正做错了 再来受报 那是比较慢 当然佛法是可以救苦 可以救命 但是同时他也告诉我们说 什么事情做了 害人害己 我们千万不要去做 那法门无量誓愿学 很多跟修行上 生活上都有相关的一些事情 跟尝试 跟知识呢 我觉得我们应该 应该要花一些时间 应该要花一些时间来了解 你说跟我们修行没有关系吗 大家听听看 我觉得这个跟我们要 好好的修行立重呢 我相信是有关系的 阿弥陀佛 请 诸佛菩萨 佛法隆天 师父 常驻师父 还有各位师兄师姐 大家好 阿弥陀佛 我大概在半个月前 接到法神师父的联络 他说 现在社会上 诈气的案件 很多很长觉 很多人都受骗 受害 在受苦 那希望我来做这个 利用法会的时间 跟大家提一下 反诈骗的一些宣导 那我当下的想法是 我之前在分局服务的时候 是常接触到一些诈气案件 没有错 但是我后来调到交通队之后 就比较少直接接触 我怕说已经离开三年多 怕讲得不周全 不好 没有那个利益 所以有建议师父说我们 花费这五天 那这五天当中很多 师兄师姐都回来 那是不是可以请 修行比较 有心得的 师兄师姐跟大家来分享 会比较 对大家比较有利 那像我昨天听到 胡教授的分享 他在这么高的一个成就 结果我们看到他 让人的感觉就是又谦卑 又慈悲 感觉他整个人就是 沐浴在那种佛法的那个熏陶当中 整个人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就是很好的一个人 那他也默默的 用他所学的 再去影响更多人 来受到佛法这样的利益 这个分享我们也是很赞叹 那在大前天 妙妙师姐的 小师姐的分享 那虽然看他年纪轻轻 但是他对于吃素的这种坚持 并且要发愿把这个吃素 这个利益 再发扬光大 让更多人去吃素 不要让众生受到这种被吃的 被杀的这种痛苦 然后也听到之前 他也常常帮助我们连友 那我不晓得 是不是他这样 从小就吃素 少跟众生结恶缘 还有他乐于助人的 这样一个心 所以整个让人看起来 他整个人都是喜悦的 感觉就是很快乐的一个人 以他的分享也很让人赞叹 那不过我今天 我是习惯在下面 听这些师兄师姐的分享 我都会受益良多 那也赞叹感谢 前面三位师兄师姐的分享 那我再来进入主题 就是师父给我的题目 就是反诈骗 我在接到师父的这个指示之后 就慢慢来准备 因为忙 就一天利用点时间准备 后来发现这个诈骗这个题目太大 就好像一个论文的题目太大了 要在这个短时间之内 把它介绍得清楚 让大家都了解 可能有点困难 所以即便现在站在这边 还是感觉到说没有准备好 如果等一下没有讲好 没有讲周全 也请大家见谅 那再来就是进到主题 我们根据统计 台湾在去年 也就是112年 整个社会上被诈骗的 被害的总金额 有达到89亿 新台币89亿 那这里面 大部分都是我们民众 辛苦赚来的血汗钱 有的更是一些老人家 他的养老金 特休金 那很多人被骗了之后 生活就先从困顿 更加的贫苦 然后有的甚至 有的人走上学路 这种诈骑的行为 也让民众深恶痛绝 所以在去年 中正大学有做过 就是社会治安的民意调查 那虽然说 大部分民众对于警察 维护治安的这个满意度 有提升 但是对政府在防治诈骗 能够降低这种诈骗的案件发生的 这种满意度是偏低的 而且是创新低 那表示说我们 社会大众 大部分人都知道 有诈骗 这样一个犯罪行为很猖獗 这种我们自己 或者是我们身边的人 也都遇到诈骗 甚至被骗了很多钱 就在刚刚我休息的时候 看一下我手机资料 我们昨天 我们嘉义县有一个民众 去派手报案 他因为假投资 被骗了1600多万 1600多万 我以为看错 我以为看是160几万不对 在主席算是被骗1600多万 很多这种例子 那为什么 诈骗集团这么的猖獗 因为有利可图 那他们也对这个诈骗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他们是用 就是公司化的经营 就是一个诈骗的一个首脑 那下面有好多的干部 负责各个部门 然后去研究怎么样精进 诈骗能够更能够得逞 那比如说他们会请一些电脑工程师专家 帮他们写这个诈骗的网页 网站 架设网站 然后设立APP 公民众下载来进行诈骗 而且我们很多同仁就在担心 因为诈骗得到的这个利益 利益太大 那么他们很有资源去请一些 我们国内外顶尖的 这些电脑工程师专家 来加入他们行列 如果这些人 没有把他们的专业 用在正途上 而被这些 诈骗集团吸收的话 那恐怕我们能力都比他差的 这些警察 通常追不上他们 那在证判上 可能会更加棘手 受害的人会更多 这其实也真的很期盼 这个佛法的因果 像我们师父上人教我们的 深信因果 也能够 很期盼这些诈骗集团的人 包括这些工程师 这些陈允 也能够体认到真的是 一时的 等于说你一时诈骗的这样 虽然是让你生活 好像过得不错 可是 因果是会有报应的 因缘会一时 还是会得到果报 那时候会苦不堪言 也真的希望他们能够了解到 因果 这样一个佛法的一个 我们常讲的 希望大家能够更好的 这样的一个理念 比如说他们会设立机房 比如说工程师把这些网站 网页APP都弄好了 交给这些人 去行骗 那机房里面就有打电话 行骗的 有用电脑网路去行骗的 所以我们在电视上 也会看到警察攻坚 破门而入去逮捕这些人 他们都是机房的这些人 那他们也会设水房 什么叫水房 就是将诈骗车手 领出来的钱 会集中到这个水房去做处理 因为 诈骗的钱 一定要经由车手领出来 他们不能转账 转账里会有金流的记录 会被追查到 到底是后面是谁 所以他一定要把诈骗的钱 一定要做金流的断点 把钱领出来就断掉了 没有金流可以再追查 所以他把这些车手提领出来 大量的钱就集中到水房 水房就是诈骗集团在处理 这些账款金钱的地方 那他会透过地下汇兑 把钱洗出去洗白 然后回到这个诈骗手脑那边 也会运用第三方支付 这样一个新型的方式 把钱洗出去 或者是购买虚拟货币 这个都是断金流的方式 没有办法再去追查 不容易 所以就是这样 有系统的 而且他们会检讨 怎么样再更精进 让原来不会受骗的人 我们用什么方式再去照骗他 会得手 他们也在研究这个 所以每个机房的人 都有一个守折 也是算他们的SOP 遇到什么样的人 应用人性的弱点 我们以前早期 都有时候你会被骗 就是你因为太贪心了 以前都说你中奖了 要付多少的手续费 才能领奖 那个都是贪心 可是现在嘉宾不只这样 他们会用人性的弱点 你善良也会被骗 比如说我缺钱了 你就同情他 就费钱给他 也是诈骗 所以他们运用很多的方式 在做诈骗 所以这个诈骗金 一直居高不下 但是我们检警单位 包括政府啊 其实也是很努力 再要防止这些案件的发生 所以每一年 检察官跟警察他们合作 查获的这个诈欺案件 包括逮捕的这些诈骗的成员啊 人犯啊 其实每年都有增加 所以我们被诈骗的金额增加 但是检警单位 查获的人啊 查获的这些金额也是持续在增加 那我们去年比较可喜的一个点 就是我们被诈骗的金额是89亿嘛 但是检警机关还有金融机构合作 要做主诈 主诈的金额有高达93亿 比前一年111年还要更增加一倍 主诈的金额增加 那比如说政府的运作 还有金融机构的合作是有效果的 那所谓主诈是什么 就是我们警察机关会跟金融机构 的行员合作 联访 就是我们 会请他们在民众去提款的时候 要做关怀提问 不晓得在座领友们去提款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行员去问你们 他会关心你们 最近怎么会领这么多钱啊 要做什么用的 有没有接到什么电话 来要你汇钱 领钱汇钱 多关心 那因为这样多关心啊 就发现很多有一些可疑的地方 那他觉得可疑的话 行员就拖时间 不让这个人直接把钱领走 通知警察到现场来处理 那经过一般的开讨 说明解释啊 会把这个钱给 也不会诈骗机团骗走 然后 再 再来就是我们政府最近 为了防治这个防治诈骗啊 也通过我们所谓的 新打炸四法 打炸四法 就是修改法令 从源头这边 因为如果没有从源头去 去做阻挡 真的是 检警单位真的很累 他们手上的案件很多 几乎每个侦察队的 同学手上都好几件的 这个诈骗案件在办 已经还没有 正办完 又一直来 甚至有检察官在讲说 他们手上的诈骑案件 几乎占了他们全部案件的三分之一以上 三分之一以上 所以案件很多 所以政府有在积极的修法 那最近修过就是要修改这个 诈骑犯罪 在违害防治条例 还有洗钱防治法 还有这个通讯监察保障法 还有科技侦察保障法 还有科技侦察保障法 那这个试法通过之后 可以提高这个诈骑的刑者 这次可以判到这个有期徒刑12年以下 然后并科3亿元的罚金 那也提供检警单位 有更高科技的一些办案的工具 希望未来 这个法官通过 希望未来可以在防治诈骗上 能够更进一步的防范 那讲到这个诈骗的手法 它形态其实很多 那我大概就是介绍幾大类给各位参考 第一个就是假投资正诈骗 就是诈骗集团会运用各种的广告 比如说假冒财经的名人 名嘴正式人物网红这些人 那你对这些人很熟悉 那就会说这个人在成立一个投资的群组 好像还不错 里面有很多人参加 那你就好奇 那有可能是一点贪念 想投资赚一点钱 那你就加入了 那加入结果 刚开始 你不敢投太多钱 比如说三万五万这样投资 那就很快 可能三五天一个礼拜 比如说你投三万 一个礼拜你就拿回三千五千 他也直接会到你账户给你 你想说这么好赚 那一步一步陷入他的陷阱 当你投资金额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 你会想把钱领出来吗 我想说不可以说我投资一百万了 那我账面上看到的我赚了五十万 我看其他群组的人分享的 大家都赚的比我更多 都很多 其实那些人可能是他们赵边集团的同伙 这个群组只有你一个是被害人 那你看到的讯息都是大家都赚钱 大家越投越多 越投越多 你也跟着越投越多 那等一天等到一天你觉得说可以了 那麽太贪心可以了 我投一百万赚五十万 我想把一百万拿回来五十万拿回来 他就说不能出金 出金就是要把钱领回来 不行 他说我们到后来交涉结果就是 那我们这个网站呢 其实不是政府合法的投资管道 那如果你要出金的话可以 那可能要付一笔保证金 或者什么手续费 比如说你要把这五十万一百万拿回来 你要再多缴二十万 那一般民众会想说 我交涉这么久 你不让我钱领回来 那一百万的本金没有了 五十万也没有了 那心想啊 我如果再多花个二十万 我就可以把这一百五十万都拿回来 那他会 你觉得他会不会花这两二十万 很多人就是这样 这都偏二十万 然后这个群组就解散了 你找不到人 我就这样 这假投资 很多时候遇到这种情形 就是我们 不要去受到这些 以名人啊 这些名嘴的名义成立的群组 去加这个群组 很多都是 譬如说他讲高获利 零风险 免手续费 这个一定都是诈骗的 那这个诈骗的金额 其实是最多的 最多的 我们看 八十九亿的总金额里面 被骗的总金额里面 有三分之一的这个 总类啊 就是假投资 然后他诈骗的金额是 占了百分之六十 很多 像我们看到 我嘉义县六月份 被诈骗的总金额是一千三百多万 那八百多万就是假投资 假投资的一个诈骗 那我看前一阵子有一个报导 监警单位破获一个诈骗集团 逮捕了二十七个选犯 那破获这个群组里面有三十八个被害人 那被骗的金额是四亿元 一个群组就骗了四亿元 那这四亿元里面呢 有一个是高雄的一个民众 他一个人就被骗了一亿元 就是假投资 这个越来越多这种假投资的案件 那我每天看到群组里面在po的 我们侠内很多都是这种假投资被骗的很多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那第一个是假检警 这是比较老套的 但是一直有用 假检警就是他假骗检察官警察 或者是公务机关 那就打电话 或是LINE乱家好友的 或是打电话 就骗你说 你的身份证被冒用了 健保考被冒用了 结果被冒用这个人 被冒用的身份证拿去犯罪 犯了诈欺罪 犯了洗钱防治法的罪 那这家检察官在调查 譬如说台北的哪一个市领地检署在调查 那这个打电话这个时候他是警察 那他为了取信你啊 如果你有LINE他会跟你加LINE 然后要求跟他视讯 然后视讯的时候 你就看他穿的警察制服 后面还有165反诈骗的一些宣导 让你看起来就觉得说他真的警察 糟糕你真的一辈子没做过坏事 怎么突然犯罪了 就很紧张 对比是老人家 这种诈骗手法老人家最容易受骗 而且受骗的经由都不少 他会讲说你因为说牵涉到诈骗 所以要监管你的账户 把账户的钱都全部领出来 然后要监管他 如果你 你家附近有Seven有超商 他甚至会叫你去超商 去那边等他会做什么 他会传检察官假的检察官的令状 监管你账户的令状 还该官房大印 然后传真到Seven叫你去哪去看 你看了又相信说真的 我真的身份被冒用 然后犯罪了 然后就听他的一步一步的指示 把钱拿出来交给他 那他们很厉害的 他会交代你说 因为这个案件台北的警察 士林地监署的检察官在调查 这个有侦查不公开 这样的一个原则 所以你不可以把你今天遇到的事情 跟任何人讲 你的家人不能讲 你去领钱也不能讲 如果行员问你说你为什么领这笔钱 你就说你房子在整修 儿子女儿结婚要用到钱 家人生病要用到钱 你绝对不可以说你接到电话 然后来领击笔钱 所以这个被害人啊 这样一段时间跟他接触之后 就被洗脑 甚至我们同仁 接到行员的通知去关心 他还不相信 他觉得诈骗集团讲的才是真的 我们远警讲的不是真的 甚至有些老人家还生气 至于说你这个警察是假的 去处理的警察是假的 你们是假警察 同仁就说我穿着制服来 我配着枪 我开着选择车倒 我怎么是假的 一并透过很多管道 就请他儿子女儿出面 很多管道 才能把他说服 所以这是假检警 也照着很多的受骗 一种就是 再来就是假情友 真诈骗的 有时候也是这样 他透过管道就打电话 我之类就突然跟你讲说 我的电话改了 改成政治电话 就给你装熟 其实你可能不知道 他是诈骗集团 他也没讲他是谁 然后跟你续航温暖一段时间之后 你根本 他也没讲他是谁 你就问他说你是谁 他就说我们讲这么久了 声音你都听不出来 你就会去猜 猜那个人是谁 你随便猜他就说对 就类似这样被骗的 这是假亲友真诈骗 也是因为这样 特别乡下 乡下很多人就是这样被骗 还有这是假交友的真诈骗 假交友就是我们在网路上 网路的交友 遇到很多的 比如说交到很多的朋友 那这些朋友会 每天关心你 虚寒温暖 有些是像我们听到的一些 虚拟爱情的交友 比如他假借他是外国的 比如说联合国的官员 联合国的军官 医官 或者是他是战地的记者 让你产生那种崇拜的心理 这些女生就产生崇拜的心理 然后他每天又虚寒温暖的 关心你 那你真的是 就是说你陷入爱情 那再来之后他就是 譬如说我要寄东西给你啊 寄礼物给你啊 但是要付关税 所以你要再譬如说付一笔钱 手续费这样被骗这笔钱 或者是说我们打算结婚 那我们共同来存这个结婚基金 那你就是存了 他没有存你存 那到后来还是被骗 这是假交友的 那还有一种就是 ATM解除分期付款的诈骗 这也是常常遇到 他会 其实我们讲说 诈骗集团会雇佣一些电脑工程师 他们会当骇客 骇进很多那个购物平台 的他的伺服器 或者是甚至 骇到政府机关的那个资料库 去窃取民众的客资 那你如果在网路有交易 那在这个平台里面的资料 其实都被这些骇客拿走了 他就知道你什么时候 买了什么东西 付了多少钱 那照片机长就利用这一点啊 就打给你说 你当时候的购物啊 因为后台不小心 把你设定成是分期付款 所以你虽然付了这笔钱 但是后面还会连续扣 12期的分期付款 所以你必须要去解除 这个分期付款 或者是说 不小心把你勾到是VIP 那要多缴一笔钱 那你必须做取消 到ATM做取消 那你ATM就随着他操作操作 你的钱啊 就被这样转出去 这是ATM的诈骗 他一种是假连结的 他会传简讯给你 然后里面一个网址 那叫你去点这个网址去做连结 然后他会譬如说 他会讲说 你的消费的某某点数已经几千点 那快到期了 如果你没有去兑换的话 那可能就会过期没有用 你就点连结去设定 那有的是说 你的信用卡 你的银行账户出现异常 那你必须点下面的连结 去做重新的绑定设定 要不然你的账户就被冻结 或者是我们在报税的时候 所得税也好 要缴燃料税 要缴牌帐税的时候 他们利用这个时间点 报税季节 那请你 你的税还没缴 那请你点以下的连结去缴费 那你就会填你的信用卡的资料 那你的信用卡以后就被盗刷了 个资料就被盗走了 这是假连结 那大概 我们可以讲说无所不骗 这只是几个样态 比较常发生的样态 还有很多 比如说我们最近看到一个讯息 就是有一个民众接到这个假冒式户政事务所人员的电话 叫他去办这个 那个叫什么 那个 一张卡 一张卡 结果不晓得说办一办 为什么 后来连他两千万的房产 都被 转走了 都被等于过户 过户掉了 很多就是 我们讲的无所不骗就是这样 每一种事情几乎都可以骗 我们可以说 有些车手 他不是自愿的 他被骗的 我们有些求职的 我们去求职 有的骗到国外去当车手 回不来 要回来还要赎金 有的是求职 你的银行账户存者 那个提款卡密码就骗走了 所以很多这种真的是 在生活上很多地方都要处处小心 才可以避免这个诈骗 那回到说 我们在 梁武宝珊的餐文里面 我们刚开始第一天 我们就读到说 我们累劫以来 百千劫以来 我们造的业 无量无边 那么想说 我们造作了这种 以前贪念 骗取人家钱财财物的 这样的罪业一定也都有 也都有 那我们又知道 当因缘会遇的时候 我们这些 之前造的恶因 也会结果 所以我们虽然 我在想 我们虽然 知道这些诈骗的一些手法 那我们知道要去避免 但是如果真的是 因缘会遇的时候 我们造的这样一页 那我们没有转变 那或许还是真的 某种因缘 就被骗了 像我看过一个网友这样分享 他就说 他接到这个ATM解除 分级付款的诈骗 他心里就说 你这个一定是诈骗 我百分之九十九 知道你这是诈骗 然后他就出于好奇心 他想要了解说 他是怎么骗的 他怎么骗 因为我知道你是诈骗 我想知道你是用什么手法去骗 他就跟他聊多聊多聊 结果他聊的过程当中 他这个人的个性啊 漏洞啊 行为的漏洞 情绪啊 就被对方掌握了 他就到他们SOP去骗他 结果他发现 他就不相信 你操作你可以骗过我 他就真的去照着他这样操作操作 结果发现 他竟然被骗了 他说我都知道 我百分之九十九都知道你是诈骗 我百分之一还是被他突破了 他就很懊恼 一方面很佩服这个诈骗集团 所以他们真的是很专业 因为我是想说 如果我们真的是 有这样的 之前曾照过这样的音啊 那如果没有做一些转变 音缘会议还是会被骗 所以我就想到说 我们之前 就是 就是善护信念 注意自己的起信动念 我记得许坑生师兄啊 在很多次的分享里面 他都会强调这个 起信动念 为什么起信动念那么重要 因为他会招感 会招感 如果你起信动念 我们是善念的 利他的 那招感来是好的 如果是恶念 我要诈骗 我想要 我就基于别人的钱财 我贪小便宜 我想聚为己有 这是不好的念头 那会招感来 之前我们所造的这些恶音的果报 比如说我们看到 慈悲 三面水灿 误导果实 就是因为起一个 焦慢之心啊 就产生人面仓 这样一个果报 那如果我们 反过来讲 我们起的 起信动念 我们都是善的 都是利益众生的 我们没有想要基于别人的财物 我们看到 那么多别人 那么多钱财 我们都不会动心 我们过我们自己的 那这样 可能就 这个因啊 就不会 结成果 所以我们就可以 真的 可以真的 比较安心的 不会被骗 那 法神师父也说过 叫我们 我们心都清存三念 利益 那每天 持奏 诵经做功课 那我们默默的做 虽然 我们表面上 感觉没有得到什么东西啊 可是在无形当中 我们其实已经 避免掉 很多的灾难 跟很多不好的事情 这才是我们 要去重视的地方 不是 不是我得到什么 而是我 避免掉 多少的 不好的事情 这也是我一个 小小体会 跟大家分享 那 法神师父有 特别提到说 交通事故啊 也是 我们台湾一个 很大的问题 车祸 车祸 那因为我目前在 交通队服务 我们去年啊 全台湾 一年 发生交通事故 有四十 多万件 四十万件 然后死亡的人啊 三千零二十三人 嘉义县有 一百二十个人 那受伤的人更夸张 因为车祸 受伤的人 有五十三万多人 大家可以想象 我们嘉义县总人口 才四十八万多 就我们一年 车祸受伤的 就超过五十三万人 是一个很严重的 一个问题 那分析车祸的原因啊 有百分之九十 都是人为因素 人为的 什么是人为因素 故意的 就是我故意违规 我转红灯的 我酒驾 我超速 这都是故意的行为 那有一些是疏忽的 我不小心 一直没有注意 那就发生了 所以我们交通部也在推 就是要大家去培养这个 防御驾驶的观念 防御啊 就是守护好 守护好自己 那他的观念就是说 我们在开车的时候 骑车的时候 要先预测 先预测我们前方 有可能 发生危险的状况 我们先去预判 依我们经过的一些地形地 我们去预判 它可能发生什么 样的情形 那我依我的驾驶经验 去判断 我该采取 什么样的措施 来避免 事情的发生 一方面 保护自己 也保护别人 那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们开车 过程 发现前方 有一颗球 从路边这样 滚过去 那我们 依防御驾驶的观念 我们就要想到 有球滚过去 我一定要先放慢 那我就想到 有球过去 那一定有 比如说小朋友在玩球 等一下球过去之后 后面还会接一个小朋友冲出来 那我是不是要先慢下来 甚至停下来 确定 安全的 我们再经过 这是一个防御的驾驶 一个观念 如果没有球过去 球过去就过去了 我就往前走了 结果小朋友冲出来 就是要防御 那比如说我们在很多的巷弄 市区也好 或者是我们郊区 嘉义县很多的那个产业道路 小巷弄啊 也没有号制 标志标线都没有 可是这个路口就是 有建筑物挡到 或者是围墙 或者是树木 或者是房屋挡住 那我们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啊 我们防御驾驶观念 告诉我们 我看不到啊 挡住了我看不到嘛 所以如果我直接就过去 那对方也看不到 直接要过来 那一定是在路口叫他撞 有时候我们看那个影片啊 有时候撞得真的很惨烈啊 大家都没有刹车 两边就这样 砰下去 那个伤完很惨重 我们要意识到 有可能 如果我直接过去 那他也直接过来 我没有看到他 就会撞到 所以我们要想到说 我要慢下来 我确定一下 横向是没有车的 我们才通过 这也是防御驾驶的观念 那我们还要再注意一些事情 就是比如说我们停红灯嘛 那有人驾驶习惯是 我很急啊 我很急啊 只要一律灯 特别是摩托车 我就蹦 我就冲出去了 危不危险 危险啊 因为有人横向的那一方 有人会闯红灯 抢黄灯 特别是如果路口大一点 他闯了红灯 他要经过两到三秒 才会到达你前面 我们那个高铁大大就曾经发生这样 所以记得 绿灯啊 不要一下子冲出去 你要冲可以 确定没有横向没有车 要不然就是一样慢慢起步 再看一下左右 没有车在通过路口 那有人是 驾驶习惯是这样哦 我们是不是有些红绿灯是有 红灯秒数倒数嘛 那我们知道说红灯要多久 有这个路口 那有人驾驶习惯是怎样 我远远的要靠近这个路口了 我看红灯还有八秒 那我就放慢哦 我就直接先放慢哦 因为我不想在路口停下来 我希望他变绿灯的时候 我就直接可以过去 你就8秒 我就慢慢慢慢靠近 7 6 5 4 3 2 1 跳绿灯我就直接过去 都没有停 这个也是很危险 因为也是会遇到闯红灯的人 他就直接过来 那你没有停嘛 就撞上去 就是也要小心 那另外就是很多是没有保持安全距离 安全距离 那一般我们比如说在高速公路 或者是在快速公路上 我们一般会教大家就是说 你怎么去保持那个距离 到底要多少 那就是如果是小行车 就是速度除以2 距离就是速度除以2 比如说你开100 那你跟前车的安全距离 就是100除以2 要保持50公尺 如果是大车的话 就是速度减20 比如说你开90 大车开90 减20就70 你必须跟前车保持70公尺的安全距离 可是这个不好算 不好算 你不晓得 你在开车行径当中是动态的 你不好算那个距离 所以我们会教大家就是用时间 来推这个距离 那就是说 你当前车 经过一个目标物 一棵树也好 一个灯杆也好 道路的标线的起头 结尾都可以 他经过那个目标点 经过的时候 你心里开始莫属 一秒钟 两秒钟 三秒钟 看你几秒钟的时候 通过刚才前车 通过那个点 如果那个时间 你一秒钟 两秒钟 你一秒钟 你就经过那个点了 你就是没有保持安全距离 要至少保持2到3秒 才是安全距离 你如果前车遇到突发状况 他紧急刹车 或前面撞下去的 你才有时间 缓冲时间 距离 把车停下来 不会追障到前车 这是教大家 一个防御的一个观念 还有就是 我们经常发生行人被撞 所以我们也提高罚者 如果行人穿越 斑马线 我们讲的行穿线 斑马线 那你没有离让他 那现在是要罚6千 七七车罚6千 很贵 很贵 那其实这个重罚之后有改善 我们发现 整个状况 大概有改善3成以上 可是还是很多人 行人被撞 像我们嘉义线还是 行人死亡还是增加的 那我们怎么去避免去 在开车不小心 在转弯的时候 会去碰撞到行人 因为有死角啊 譬如说天色昏暗 下雨天 晚上 我们真的在转弯的时候 不容易看到有行人过 有时候天车太暗 那譬如说我们在左转的时候 那经过斑马线 或是路口 我们左转了 那如果有行人 我们有时候被A住 所以A住 就是我们教驶座这一边 往后玻璃这边的柱 叫做A住 那副驾那边就是B住 那如果经过这地方的时候 一般我们就是坐着 坐着这样开车 对不对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避开 那个A住B住的 挡住的范围 所以会建议大家就是 你在转弯的时候 你就是身体探一下 你往后的时候 你就是看到A住前面 你往这样的话 你就看到A住的后面 就可以整个方位去看到 你要转弯的视野 有没有其他障碍物 有没有行人 就可以避开 那如果是你变换车道 有些人就是我一切方向灯 马上切就马上变了 这样很危险 就是你变了之后 希望你能够先把方向灯打 打方向灯 然后隔几秒钟再变 然后你变的时候 有时候就是会发现说 如果车子离你很近 他很贴近你 而且在你那个后视镜的死角 你看不到他 你看不到他 所以你一转的话会碰到他 而且如果没有碰到 对方会吓到 甚至会失控 我说我们会建议大家 就是你在变换车道的时候 你身体再往前看一下 如果你是往右边 你往前看一下后视镜 范围更大了 如果车子刚好在你旁边 你也可以看得到他 如果是往左一样 身体移动一下 往后看一下照视镜 范围会更大 可以避开很多的危险 那讲了诈骗 讲了这个事故的防治 那后来我们发现说 如果要避免这个 我们这个经文里面有讲说 唯有忏悔力 乃能得除灭 如果业障到的时候 只有忏悔力 乃能得除灭 那个陈培吉老师他的分享 真的值得和我们学习跟效法 那我真的深深觉得说 这个忏悔才是消除业障的一个方法 不管你犯了 有一个造了一个 曾经贪人钱财 诈骗的因 或者是必须受测祸 这样一个果报的之前所造的因 伤害众生的一个因 要受测祸受伤的果报 那要避免的话 我想还是要回归到我们佛法 要诚心的去忏悔 才能够避开这些祸端 所以忏悔还是我们要深深去学习的 那我自己个人的感觉是心得 就是说 我有时候会因为众生的苦 让我感受到 然后我会觉得甚至掉眼泪 难过掉眼泪去忏悔 可是很多时候 会感觉无动于衷 就像之前师父上人曾经讲过的 开示的 嘴巴讲我忏悔我忏悔 嘴巴讲忏悔 可是内心根本没有那个心 所以众生也感受不到 那时候我一直在想说 这个怎么去学习去精进 那我一直在想说 譬如说我听到的 譬如说卢老师 他如果听到救护车的声音 他就会把手边的工作放下 他会起一个念 他念佛持咒 然后回向给这个救护车上的 伤者也好病人也好 他能够很顺利的到医院接受治疗 然后他的愿心在主 也可以得到佛菩萨的救度 他发这样的一个善心 那我也听到很多师兄自己有分享过 如果他们在路上看到一些动物的尸体 他们也会帮他念佛持咒三归一 然后帮他埋葬 那我也听到过说 那个黄金库师兄 还有福山师兄 他们都住在这个山区附近 那我们山区其实有些 前一段阵子常发生车祸 有些死亡的车祸 那他们也很发现 他们经过的时候 工作或是回事的时候 经过的时候 他们也会去洒皱水 那这个地方 一球解脱众生啊 都能够得到超度 那我觉得说 他们都在发这种慈悲心 那后来我体会到就是说 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一点一滴的去培养自己的慈悲心 那我们能够起的那个忏悔心 真的会比较真切 比较能够容易发得出来 所以这些师兄师姐 都是我学习的对象 那我曾经救这个车祸 来请教常驻师父 那我们一般可以想到的就是说 我就是写牌位 然后后我观想你们 念佛持咒 回散给你们 这些车祸 死亡的这些 这些人啊 人 结果师父给我的回答是说 不是喔 不只是人耶 有很多动物啊 猫毛狗啊 小鸟啊 蛇啊 老鼠啊 这些人会被车子压过 会死掉 甚至昆虫啊 我们有时候开车 有时候傍晚很多蚊子 真的耶 动物中生昆虫 中生也是 我们要观想的一个对象 我就你就觉得说 哇那又插一大街 那师父们的慈悲心 这比我们更高很多 真的要跟着师父学习 然后比如说 师父上人之前 他说要看电视 他不是为了看电视 是因为想知道 世界各地哪里发生灾难 他要马上去观想他们 然后救度他们 一起来寺里面修行 这个慈悲心又是 我们值得学习的 那还有就是 一般我们生病的 或者是受伤的 痛苦当中 那我们会 我在学佛的知道因果了 我们会向我们 所曾经伤害的众生 来道歉求忏悔 那后来我就听到一段 师父他们分享的说 不只这样啊 我们除了向我们 伤害的众生 道歉求忏悔 希望他们能够 好起来救度以外 我还希望 所有的众生 都不要跟我一样 受到这样的病苦 这样的痛苦 甚至 祈愿所有的众生之间啊 不要互相伤害 不要造成对方的痛苦 病苦 我就觉得说 那个慈悲心又是更高 好几层 也是值得我学习 所以我在极光市学到很多 那也很惭愧喔 我从能人士开始接触 然后到现在已经快二十年了 那我很惭愧是我在最近一两年 可能是因为身体的一些状况 比较不好啦 我才有一些比较多的体会跟改变 即使以前很多是浪费时间 也在这边求忏悔 那也像我曾经伤害过的众生 杀害过的众生 求忏悔 那最后也祝我们所有在座的人 所有的众生 都能够消除业障 大家道业精进 我们所曾经伤害 杀害所有的众生 都能够离苦得乐 阿弥陀佛 谢谢 谢谢黄昆周居士 我想我们大家来拜颤 我希望大家真的从拜颤当中 得到真实的利益 过去造的业 即使你现在已经没有再造了 还是要回到自己身上 但是我也听过众生跟冤亲债主出来 跟我们讨 讨了之后讲完了 临走前他说 我要走啊 又来你自己的事 什么意思 你不能每次都牵托说是我 我找你耶 我没有找你耶 你应注意 未注意 或者你不好的习气 不好的念头不改 那你自己的事喔 所以 我们了解佛法 学习佛法 我们要拿来运用 今天讲的这些 你没有听到什么佛菩萨 但是 这个跟我们每个人的起心动念 日常生活 非常细细相关 好 那我们等一下 要用午餐 事件 顺忍 我们再次见到 你们的 有一批